最近我完全沒有人過 然後我跟佩妮都上場人過 因為從2月22號那件事件發生之前 我去找了佩妮跟她當店的說了這件事情 我來來去邁 然後我們在 我就在她家 所以我發言陪我去 我就說佩妮今晚我們要見面 還有很多東西要跟妳說 我會想佩妮今晚 當時她已經睡覺了 她說她聽我的口氣其實感覺是蠻嚴重 因為我很少在半夜去找她 那她也知道可能事情蠻嚴重 她就想那些再過來吧 其實就是口氣上面蠻緊張的 那後來我就面對面跟她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抱頭痛哭 然後 我就跟她講說我想去自首 我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 就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決定做這件事情之後 她就 手腕著我的手 我們就一路走 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從她的家到警察局 差不多是十分鐘的時間一樣 但是我們兩個在 在一把傘 半夜的時候下很大很大的雨 那 我們什麼話都一直沒講 那個十分鐘就很像走過十年 一個久 但是那個感覺 我覺得我是很平靜的 因為 一種感覺就是 那種痛病快樂的 為什麼我想碰你 是因為我傷害的我身邊 到現在 她都顧離不及我的朋友 那個快樂的時間呢 那個快樂的時間呢 就是那個十分鐘 我們做朋友是幾年 我們從來也沒有穿過一把傘 她也從來沒有玩過我被甩 所以那個時間是 我生命裡面的 其實是一個 很掙扎的 說不上來的 這種感受 我相信我這輩子 也不用回去的一個 十分鐘